我三九岁开始做的 我一共做了十四次 十四次 六年 六年的时间里面我做了十四次 像我来讲 从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想要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孩子 而且我要的是女儿 要跟我长得很像的女儿 在婚姻里面 我们其实有刚刚谈到 一方面当然是来自于婆家的压力 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压力 每一个人都会问 结婚了好几年了 怎么都没有生孩子 这个是我在那几年 常常常常 只要是碰到人 人家就会问我的一个问题 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对于我的婆家他们来讲 她当然是希望要有抱孙子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然后另外一个压力 就是来自于我自己 不断地告诉自己说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我绝对 开玩笑 这辈子还有我周单位做不到的事情吗 为什么别人都能生 我就不能生呢 我只是真的很怕会失败 我很怕真的生不出来 我很怕不会成功 可是到了后来以后 我已经完全不跟我身边的人说 因为我很怕那个的失败 那个的失败 又会造成很多很多的声音出来 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因为每天都要打针 每天都要打 那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是去医院嘛 就要医院帮你打什么的 后来就觉得哎呀实在太麻烦了 就自己练习打好了 就是往自己的肚子上面扎针 忽然针是非常非常非常痛的 是真的很痛的 然后就就就自己就打下去了 然后我就觉得 好了不起哦 我自己可以打得下去 然后这么痛的这个针 每次出了那个门 出了那个医院那个门的时候 就是一个大崩溃的时候 那大崩溃完了之后呢 我就想说哎 好吧 那再试试看吧 我觉得这个再试试看 就是后面的这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所有的 压力也好 关心也好 关爱也好 促使我 再继续的往前走 下一步 刚刚开始的这个过程里面 老公要非常非常的 是关爱哦 那个爱是来自于 很多很多方面的 是一些小小的地方 比如说你配合他 做任何的运动 你配合他去减少你的应酬 你配合他可以 大大声声的在你的朋友面前说 我今天不能喝酒 因为我要 我的老公很辛苦的 在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要配合他 这次要有个关爱 那个跟关心是不一样的 哭不哭 可不可以成功 真的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好不好 但日子我们还是要过啊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 心情不好不开心 你就跟我讲啊 我会尽量赶快来陪你好不好 我会尽量赶快来陪你好不好 你好了 你没事 你好 医生告诉我说你放弃吧 所以我就我也意识到了说 凡事不能够逞强 也不能够强求 在前面那段时间里面 我放弃了之后 其实我 有的时候不免还是会万坦 认为我这辈子没有做到妈妈 认为我这辈子没有做到 没有生了一个孩子下来 没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孩子 没有孩子 或许这真的是 上帝给我的一个功课 但在你没有办法强求 而得到一个结果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就要懂得 放手论放下 有孩子有孩子而已 没孩子在煮炸 命里有时钟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现在的这个社会的方面来讲 我真的觉得说 生不生我自己决定的算 我自己想生我就生 我如果不想生 我觉得就想明白 我为什么不想生 因为只有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身体 是自己能够照顾得了的 没有人能够帮你做承担的 要更爱自己一点